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浅谈青年演员王一博主演的热恋 激烈的暑期档已经开始 正在热映的消失的他和八角龙中 在众多影片中属于口碑票房都还不错的了 无论是从题材还是演员演技都是较多好评的 而由大鹏导演指导 黄博和王一博主演的热恋也将在7.28上映 前两天也陆续开启了典映 好评如潮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部青春追梦的电影热恋吧 首先从题材和剧情方面来看热恋 这部电影是以舞蹈追梦为主题展开的 怀揣着舞蹈梦的陈硕王一博是 因为家庭原因不仅要维持 基本生计还要还债 因此不得不打几份工 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丁教练黄博士 中间发生了一系列是 有喜有悲 最终追梦成功 此类追梦题材自然是会点燃那些 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心中的那团火 在这个暑期热烈一下 所以题材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加之穿插了喜剧元素 也算得上是老少皆宜了 热烈是欢乐的意义喜剧 是励志的故事 是舞动的时代 是小人物的缩影 是世间常态最真实的画卷 其次 从演员来看 黄博的票房号召力无庸置疑 知名度也高 演技那就更不用说了 王一博青年演员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对于角色的把握 人物的塑造也是可圈可点了 今年连续上映的两部电影《无名》和《长空之王》都收获了不错的答卷 演技也是得到了认可 抛开前面的来说 单从热烈放出来的预告来看 能明显看到成长和进步 想必粉丝也是十分惊喜的 其实最近的众多言论中能感觉到观众的认可 在穿着垃圾桶服饰兼职 遇到喜欢的女孩时 那种尴尬无措 眼神的逃避 手指紧握衣服的一些细节都完美呈现人物内心的情绪 在妈妈帮自己登台一开始的辛酸到看到闪闪发光的妈妈的欣慰 从辛酸的哭到欣慰笑着哭再到内疚自责的大哭 都能让人产生共鸣 这一刻 他就是陈硕 所以青年演员王一博也是让众多观众瞧手以盼了 更有刘敏涛月云鹏小沈阳等实力派演员 以及众多街舞舞者的清情演艺期待值更是满满的了 最后从典映的反馈来看可谓是好评如潮夸赞不断 他们敢原来市井生活真的被搬到了大荧幕上面 他们敢热烈让每一位观众共情往事一一浮现 他们敢王一博的演技没有一句台词却让他们泪流满面 看完电影的博主评价 他们探 看热烈120分钟意犹未尽 时间太短 他们探 看热烈犹如过山车一般沉浸式体验 他们探 看热烈热血炸裂全程毫无尿点 看完电影的博主评价 他们说 热烈绝对可以成为爆款 他们说 热烈将他们的热情点燃 他们说 王一博的演技让他们惊艳 看完电影的观众的评价 观众评价 你期待热烈吗 7.28走进影院揭开面杀你来评判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